嗨 大家好 我是老吴店长 我现在在老窝的朗布拉邦 这里是朗布拉邦的湄公河 我们现在呢 去那个前面的法国街夜市逛一逛 因为今天到朗布拉邦 哦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往前走就有了 朗布拉邦呢 就是这样 这是老窝朗布拉邦的市中心啊 就是这个环境没关系 我们继续说 因为今天我在朗布拉邦站拍视频 所以晚上呢 就在这个莓固河旁边一个酒店里面住宿 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机会 这个时间还早吧 所以就出来溜达溜达 因为刚才问了那个酒店的小哥呀 他也是我们名下的老乡 现在他说这边呢 是有一些店铺还在营业的 因为现在朗布拉邦的疫情也是非常严重的 我和大瑶呢 我们还是决定出来给大家拍一支视频吧 逛一逛 因为我们自己对晚上的朗布拉邦也非常的好奇 我们去前面买一个咖啡 看看有没有开店啊 看看老窝朗布拉邦的这个市中心啊 这里相当于啥呢 相当于北京的这个叫什么 三里屯 还有什么福州的东街口 河肥的淮河路 还有那个成都那个叫什么 成都那个叫啥呀 成都那个我一下子忘了 叫什么 叫什么西 什么路啊 就相当于那个地段啊 看看这个周围的环境 嗯 大家对比一下 不过呢 因为我现在是晚上来的 所以很多景色就没办法给大家拍了 我刚才接我的那个那个司机朋友呢 也是我们老乡 他在拉邦这边待了很多年 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啊 就是拉邦这边的生活节奏呢 就是让你有一种错觉 就是感觉自己还有一辈子可以浪费时间 是吧 是这样说的吧 嗯 差不多这意思 就是感觉让你感觉到自己还有一辈子可以浪费 他拉邦的慢节奏会让你有一种还有一辈子可以浪费的错觉 对对对对 这个还大咬说的比较顺流啊 就是拉邦呢 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 非常适合这个旅游休闲度假的地方 他们这边 呃 给我的感觉 因为我刚白天坐车的时候看到他们这边那些街景啊 给我的感觉和呃 福建那个厦门的无浪雨是挺像的 他没有那种大城市的这个气息 大部分呢 都是这种呃 一种风情小镇的感觉吧 他们每家每户的房子呢 看似非常的凌乱 但是呢 每一家都是非常的精致 每个地方 每个细节都是别有用心 别出心裁吧 不是不能叫别有用心啊 都别出心裁 所以给人感觉吧 你在这边走到每一个街头呢 都是可以拍照 都是可以去拍视频的 挺美的一个地方 有没有在拉邦的朋友认识这个路口呢 他们说这是夜市的路口 那里呢 还有一个人在那边卖唱啊 我们现在沿着这条街 就是他们老毛拉帮的夜市 一起去前面看看吧 走 这条街是个单行道 我们现在好像逆行啊 不过这旁边的小食餐呢 都摆在这里 为了安全起见呢 店长今天就不带大家体验老毛拉帮的美食了 大家就过过眼影算了 看看他们都卖的是啥 大部分和万象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些烤肠烤肉啊 还有这个烤鸡屁股 他们老卧人特别喜欢吃的 因为前面那一大段路呢 全都是黑黑的 所以大腰他不敢去 哇 老毛拉帮的小狗这么凶 赶紧走吧 今天的视频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哎呀 下次还是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再来拉邦嘛 现在他们很多的店铺 以前夜市路边摆摊的人全部都放假了 我还剩下这些 这些都不算是夜市的小吃了 这是他们平时老巫人他们晚上的晚餐呀 他们一般都是在外面买一些这种烤肉 烤鸡 糯米饭这些之类的 也算是他们的正餐 这不算是这种为游客开放的小吃 都是他们平时填饱肚子的 我还以为真的是拉邦有夜市呢 因为晚上的夜市很久没开了 哇 拉邦的狗这么凶 他们 你看看看看 小心哦 老巫的狗啊 都是不算绳的 所以在老巫很容易被狗咬 所以就不要穿什么红色衣服出来逛街了 穿个白衣服黑衣服比较安全 照样咬你好吗 照样咬你 这边全都是那个酒店 你看 嗯 这边是个酒店吗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他们的游客提善中心 所以酒店特别多 因为这个刚才那个是夜市的入口 他们几个比较著名的几点 像那个大皇宫啊 还有什么湘通寺呀 还有我身后面的一个有一个亮灯的地方 一个叫什么山也在这里 所以 普多山不是叫普什么山吗 普多山 那是厦门的 普什么山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的就这个酒店特别多 一般的从外地来的游客 大部分都是住在这个周围 但是现在这个疫情呢 刚那个老板说80%的酒店全部啊 回家了 哇 我们转了一圈 现在又转回来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就住在这一家 这一家酒店 这老板 这老板 老婆店长总司大家 啊 出去转了一圈 回到了这个酒店 什么都没拍到 什么都没看到 下次还是白天来吧 我感觉这个地方适合白天过来 而且这个酒店他们外面的风景白线非常的漂亮 他说我看到他们家这个酒店的介绍这个图片了 就这个湄公河的风景 但是现在晚上一片漆黑 所以店长今天对不起大家 咱们下期视频看更精彩的 拜拜